今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七到三十六节 今天的重点不是解经 而是把这段经文的属灵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用来进行圣经辅导 二十七到三十六节 我先给大家读 我现在心里忧愁 我说什么才好呢 父啊,就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 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还要再荣耀 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 打雷了 还有人说 有天使对他说话 耶稣说 这声音不是为我 是为你们来的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耶稣这话 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 说的 众人回答说 我们听见 律法上有话说 基督是永存的 你怎么说 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 这人子是谁呢 耶稣对他们说 光在你们中间 还有不多的时候 应当趁着有光行走 免得黑暗临到你们 那在黑暗里行走的 不知道往何处去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 信从这光 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耶稣说了这话 就离开他们隐藏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忧愁 或许你现在正在忧愁 忧愁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心灵体验 那主耶稣作为真实的神 同时他又是真实的人 他也经历过忧愁 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就是以主耶稣的忧愁作为开始 27节的忧愁这个词 在其他的圣经经节当中 有时候也被翻译成是不安 或者翻译成是惊慌 或者翻译成愁烦 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都经历过 忧愁这个词所描述的情绪 比如说你曾经因为某一件事情的不确定 而感到不安 或者因为某一件事情感到恐惧惊慌 忧愁是我们生活中 经常会体会到的一种情绪 但是忧愁并不是这一段圣经的主旋律 当主耶稣诉说了心中的忧愁之后 他的思想情感语言行动 就没有再被忧愁的情绪所牵制 反而摆脱了忧愁 接下来我会简单的讲解一下这段经文 在讲解以后 请大家做一个小组的作业 就是根据这段经文 画出战胜忧愁的思想路线图 就是根据这段经文体现的属灵原则 你写出战胜忧愁的几个步骤 我们说这是一个思想路线图 然后你用这一套思想路线图 再来分析一个具体的案例 大家注意听 你在听的过程中 及时的做笔记 做完笔记以后 我相信你很容易就可以画出这个思想路线图了 好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主耶稣为什么会忧愁 27节说 我现在心里忧愁 我说什么才好呢 为什么主耶稣会忧愁 这就要看上文 在23节 主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然后说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 死了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丧生命 在这里主耶稣谈到了 他要像一粒麦子一样 经历十字架上的死亡 然后主耶稣说 我现在心里忧愁 所以主耶稣的忧愁 是因为他想到了 他即将上十字架 那么为什么 在十字架上的经历 会让主耶稣忧愁 因为十字架上的经历 是一个痛苦的经历 是一个黑暗的经历 除了肉体的痛苦和羞辱之外 更令主耶稣感到痛苦的 是他要经历 父神的弃绝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开我 三一真神 圣父与圣子 从根骨到永远 亲密的相交与团契 彼此相爱 但是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 圣父离弃了圣子 这是一种怎样的痛苦 真的是超越我们的想象 你可以想象一样 当一个小孩子被其他的孩子殴打 经历肉身的痛苦 但是当这个孩子的父亲来到这里 他赶走那些殴打这个孩子的坏人 他拥抱着受伤的孩子 安抚孩子的伤口 亲吻孩子的额头 那么这个孩子虽然肉体疼痛 却仍然可以感受到心灵的安慰 痛苦 在父亲的怀抱中得以缓解 但是如果这个孩子 看见自己的父亲 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殴打 却转身离去 眼面不看自己的孩子 那么这个孩子 那种被离弃的痛苦 要比他肉身的疼痛 更加的撕心裂肺 那个时候不仅孩子在经历痛苦 其实那个父亲也一定在承受痛苦 因为父亲爱自己的孩子 爱得越深 看到孩子受苦 却不去伸手相助的时候 父亲的痛苦也就越深 但是为什么圣父那么的爱圣子 却离弃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呢 因为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罪 圣洁的父神 无法亲近背负着罪孽的耶稣 而父神和主耶稣都经历这样的痛苦 是为了让我们不被父神永远离弃 主耶稣代替我们承受了父神的愤怒 代替我们经历了被父神弃绝的痛苦 于是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赎罪之功 我们不是被父神弃绝 而是被父神接纳 被他赦免 经历他永远的痛哉 但是我们要得着这样的恩典 需要依靠主耶稣代替我们 在十字架上经历的 那肉身和灵魂的痛苦 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 他知道他会经历这一切 所以他心里忧愁 忧愁是人普遍具有的情感 耶稣的忧愁也反映了耶稣真实的人性 当耶稣忧愁的时候 他没有被忧愁的情绪所掌控 反而他很快的摆脱了忧愁 然后怡然决然的走向十字架 在第二十七节 他向父神祷告说 我现在心里忧愁 我说什么才好呢 接下来主耶稣说 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 主耶稣战胜忧愁的第一个步骤 是他向父神祷告 他在祷告中 首先诉说了自己的心境 从情感上来说 主耶稣不愿意经历十字架上的痛苦 他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 这是主耶稣真实的情感表达 他向父神诉说他内心的情绪 我现在心里忧愁 接下来他又说 我说什么才好呢 意思是我不知道如何表达内心的忧愁 主耶稣没有花费时间去组织语言 详细的描述他的心境 如果说他花费太多的时间和语言 去描述他的忧愁 那么他的祷告就会变成单纯的诉苦 但是主耶稣没有一直诉苦 主耶稣没有继续的抱怨 也没有自哀自怜 也没有为自己辩护 也没有用丰富而冗长的语言 解释自己遭受十字架的痛苦 是何等的不公 他没有 他只是说 我说什么才好呢 想象一下我们自己 当你忧愁的时候 你可能更愿意找人去诉说 如果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使你忧愁烦恼 你可能直接把你心中的情绪发泄到这个令你痛苦的人身上 或者你找一个好朋友去倾诉 诉说你心中的痛苦 但是不管你跟哪一个人倾诉 只要你倾诉的对象是人 通常你都会滔滔不绝 可能你也会说 我说什么才好呢 但是接下来 你会继续说 你会整理一下思路 然后你就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 然后你就开始为自己辩护 然后控诉那个惹你生气的人 指责他的不是 说明你自己的无辜 然后这种倾诉就变成了一种自哀自怜 和对他人的控告 但是如果你不找人去倾诉 你去向神倾诉 你也要很谨慎 有些时候你向神的祷告 也可能会变成一种自哀自怜时的控告 那是因为我们会忽略 祷告的对象 是那位全知全能的上帝 然后慢慢的祷告变成了自言自语 其实那已经不再是向神祷告了 而变成一种自我倾诉了 说话的对象 不再是上帝 而变成了自己 所以无论是向他人倾诉 还是向自己倾诉 我们都不如向神倾诉 因为神最了解你的处境 谁也有智慧 知道该如何引领你的道路 当你清楚地知道 自己倾诉的对象是上帝 你又带着敬畏的心去祷告 你就不会在上帝的面前去控告他人 你也会在上帝的面前 谦卑地认自己的罪 当你清楚地知道 你说话的对象是上帝 是那位爱你的父神 你就会觉得 我根本不需要自爱自怜 因为那位伟大的上帝这么地爱我 我岂不是很幸福吗 人的伤害算得了什么 人的伤害根本就无法抵消 或者削弱天父对我的爱 所以我不需要自爱自怜 神的爱充满在你的心里 就驱走了内心的自爱自怜 和受害者心态 接下来主耶稣说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名 祷告的第二步 就是要把思想转向神的荣耀 不要一直只是倾诉自己的痛苦 要在祷告中 发生一个思想的转变 从自己的痛苦转向神的荣耀 调整思想的频道 这个频道一旦调整过来 你就会经历到灵力的力量 通过十字架的苦难 神的荣耀可以得以彰显 父神的公义与慈爱 审判与怜悯 圣洁与救赎 得胜与全能 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彰显出来 经历十字架的苦难之后 耶稣基督会进入得胜与荣耀 所以为了成全父神的旨意 耶稣不再祈求父神救他脱离那时候 而是祈求父神荣耀他的名 主耶稣很清楚知道 他祷告的对象是父神 所以他会想到父神想要什么 父神的旨意是什么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很明确我们的祷告的对象 是那位圣洁的父神 我们的思想也会专注在他的身上 想到神的旨意 想到神的荣耀 我们就可以脱离自爱自怜的泥潭 就像那个冲浪运动员 可以自由的滑行在海浪的上面 而不是被情绪的海啸所淹没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要把思想转向神的荣耀 你可以祷告说 求神通过我的遭遇来彰显你的荣耀 求神叫我知道 我如何在这个痛苦的经历中荣耀神你的名 神的荣耀开始变成祷告的关键词 接下来 父神对主耶稣做出了回应 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还要再荣耀 那么当我们在祷告之后 会不会听到父神从天上用声音对我们说话呢 今天父神通常不用这种方式 今天我们要寻找到 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原则 在祷告后 听到超自然的声音 这不是神工作的普遍原则 我不是说神绝对不会这么做 神有能力这么做 神完全可以凭借祂的主权来做这种事情 但那不是神普遍的做法 今天神更普遍的做法 是让我们通过祂启示的话语 就是圣经里的话 并借着圣灵的光照来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我会说 向神祷告之后 我们要做的第二个步骤 就是默想神的话语 可能神借着圣灵的感动 让你想到某节圣经的经文 可能你在早晨灵修的时候 读到了某一句话 触动了你的心 你就多多的默想这些神的话语 你也可以默想今天我们读的这一节经文 就是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还要再荣耀 当你正在经历忧愁 正在经历痛苦的时候 你可以默想这句话 神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还要再荣耀 要默想这一句话 首先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思考神曾经如何荣耀了他的名 因为第一句话 神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那么过去神的荣耀已经彰显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思想 神曾经在历史上的作为 你可以思想圣经中记载的 神荣耀的作为 你也可以思想在你个人的生活经历中 曾经经历过哪一些神荣耀的作为 思想过去不是为了停留在一种回忆里 而是为了认识那位永不改变的神 因为神的工作反映了神的品格 反映了神的性情 神的所做反映了神的所事 曾经神让红海分开 这表明了神无所不能的能力 那么若干年后 这位无所不能的神 也可以叫约旦河分开 神曾经帮助大卫打死狮子和熊 这反映了神的能力和神的同在 这一位与人同在的大能的神 也可以有朝一日帮助大卫打死格利亚 所以在你思想神曾经如何彰显他荣耀之后 你接下来就可以相信神会继续彰显他的荣耀 因为神在这里说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还要再荣耀 后半句说还要再荣耀 虽然我们所处的时间和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 那个时间点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相信将来神还会再荣耀他的名 在你未来的人生中 神可以继续彰显他的荣耀 因为神继续的在你的生命中掌权做工 有一天耶稣会再来彰显他的荣耀 我们总有一天会看见神的荣耀 神已经荣耀了他的名 还要再荣耀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 无论令人忧愁的环境持续多久 总有一天我们会看见神的荣耀 因为他引领我们经历水火之后 会带领我们进入丰富之地 所以请凭着信心去探寻那丰富之地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 才能够让神透过我们来彰显他的荣耀呢 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思考我做什么可以彰显神的荣耀 主耶稣知道他要通过走向十字架 来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主耶稣走向了十字架 但是他不只是走向死亡 他也是在走向死亡之后的复活 走向复活之后的荣耀 这是耶稣要做的事情 感谢神他呼召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也加入一个荣耀的计划 融入一个荣耀的使命 他也分配给我们荣耀的工作 所以我们也要思想 我们可以做什么去荣耀神 就好像上帝解决以利亚的问题 也是呼召以利亚去为主做工 不要自哀自怜 要起来干活去 融入上帝工作的计划 要像一个冲浪运动员一样 去乘风破浪 如果你继续的停留在这里 思前想后 觉得自己很可怜 觉得自己很痛苦很冤枉 那你只能被海浪所淹没 要记得上帝在工作 你也加入上帝工作的计划 做你该做的事 比如说 如果我的愁苦是因为我的罪造成的 那我就不要埋怨别人 我自己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 见证上帝的赦罪之恩 借着上帝的赦罪之恩 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 如果我的忧愁和我自己的罪无关 而完全是由其他人的罪所导致的 如果说我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受害者 那么如果上帝通过公义的审判 来彰显他的荣耀 神可以那么做 那我可以做什么呢 是否上帝可以通过我赦免仇敌 爱仇敌的见证来彰显他的荣耀呢 是的可以 这是我可以做的事情 如果我的痛苦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原因 既不是我自己的罪造成的 也不是别人的罪造成的 那我可以做什么呢 我可以思想 如果上帝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上帝接下来 他一定有这个能力 也有这样的智慧 把我痛苦的经历 转变成一个荣耀的结局 我不需要知道为什么 我只向神求问 我该怎么做 才能去见证上帝的荣耀 如果要彰显上帝的荣耀 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 让其他人能看见上帝的荣耀 因为荣耀是要彰显出来 是要被人看见的 而且只有当人信靠了耶稣 鼠灵的眼睛被打开了 人才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 而且当一个人真的蒙恩得救了 这本身就彰显了上帝的荣耀 所以如果我们渴慕上帝的荣耀 我们就应该渴望 其他人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到祝福 尤其得到救恩的祝福 这就是我们要走的第三个步骤 去祝福他人 要祝福他人 首先要关注他人的需要 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里来 让父神从天上说话 周围的人吓了一跳 他们显然没有抓住重点 主耶稣说 这声音不是为我 是为你们来的 如果父神只是为了给主耶稣加添力量 其实父神不用发出声音从天上说话 只是借着圣灵在耶稣心里做工就可以了 但是父神还是可以用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说话 那这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周围的人 让周围的人可以相信耶稣是父神拆来的救助 因为只有他们信靠耶稣 他们才能够与神的荣耀有份 主耶稣也把他思想的焦点转向了周围的人 耶稣不再纠结于自己的忧愁 而是看到周围人的需要 他说这事不是为我 乃是为你们 然后主耶稣宣告了 他上十字架之后 要成就的得胜的结局 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这是得胜的结局 通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 和第三天的复活 他拯救那些凭着信心归向他的人 耶稣要招聚数他的人归到他的名下 他们要摆脱罪的侠制和魔鬼的权势 而那些拒绝基督救恩的人 会继续沉浸在罪的权势中 等候末日的审判 但基督复活之后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 世界的王摸给撒旦 要被倒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打败 虽然撒旦今天在世界上 还会兴风作浪迷惑列国 但是撒旦无法超越基督的王权 基督经历十字架的死和复活之后 必然实现得胜的结局 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他已经看到了十字架的另外一边 那一个得胜的结局 他提前预告了这个结局 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的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所以我们也应该仰望 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重的耶稣 当你陷在忧愁的情绪当中的时候 不要忘记 主耶稣已经成就了得胜的结局 要经历基督的得胜 不要让魔鬼撒旦用忧愁的情绪 用自哀自怜的悲悯 或者对他人的抱怨和仇恨 来挟制你的灵魂 因为你已经被基督拯救了 魔鬼撒旦这个世界的王 不应该再是你的主人 来驾驭你的情绪了 你要做的事情是 被耶稣吸引 仰望为你的信心创始成重的耶稣 想一想 主耶稣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了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就让耶稣赐给你这样的能力 去穿越苦难 所以当你在思想其他人的需要之后 你自己要去经历基督的得胜 然后你才有能力去祝福其他的人 不要自哀自怜的站不起来 要起来 因为有人在等着你去祝福 因为基督得胜的能力 等着你去知取 主耶稣预言了他的得胜 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 我们看到周围的人并不理解 根据33到34节 我们看到周围的人还在怀疑耶稣 不相信耶稣是旧约先知预言的基督 但是主耶稣在35到36节 用光和黑暗做比喻 呼召人来信靠耶稣 耶稣是世界的真光 你们当趁着有光 信从这光 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耶稣对周围的人发出了信心的呼召 忧愁是这段经文的起点 但这段经文却是以呼召人信耶稣作为结尾 愿你现在所经历的忧愁能够以传扬福音令人归主作为结尾 不要被忧愁打败 反而你可以战胜忧愁 所以你可以思想 你如何让你周围的人通过你的遭遇来认识耶稣 邀请人来信靠耶稣 而且耶稣应许了凭着对基督的信心你可以成为光明之子 因为耶稣是世界的真光 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可以把基督的光反射到这个世界里去 所以我们可以消化耶稣 把令我们忧愁的故事转变成耶稣基督救恩的故事 来吸引人信靠耶稣 从而让神的荣耀得以彰显 接下来请大家根据上面的内容 做一下总结 画出战胜忧愁的思想路线图 那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第一步就是向神祷告 向神祷告又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你可以诉说你的心境 第二要转向神的荣耀 在祷告中不要一直只是诉苦 要转向神的荣耀 这是第一个大的步骤 第二个大的步骤就是默想神的话语 默想神的话语又可以分离三个小的步骤 第一 思考神曾经如何彰显祂的荣耀 第二 相信神可以继续彰显祂的荣耀 第三 思考我做什么可以彰显神的荣耀 这是第二个大的步骤 默想神的话语 然后第三个步骤就是去祝福他人 祝福他人又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关注他人的需要 第二我们自己要经历基督的得胜 经历基督的得胜 最后邀请人归向基督 最后我用一个具体的案例来使用这个思想路线图来分析这个问题 用我这个第一人称来代表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我和马可在同一个部门研发救助残疾儿童的科技产品 我在这个领域有丰富的经验 工作也很努力 并且贡献了很多好点子 马可对业务并不比我精通 工作也不如我努力 他很擅长和领导与同事处理人际关系 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团队里面最好的 他经常作为团队的代表 把我想出来的好点子向领导汇报 并且得到了领导的赏识 项目完工了 公司开表彰大会 马可将获得公司的嘉奖 他的奖金和荣誉远超过了我和其他的成员 我心里很不服气 公司的表彰大会在半个小时之后就要开始了 马可兴高采烈的整装待发 而我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很郁闷 根据刚才总结的这个思想路线图 你如何祷告 把你具体的祷告词写下来 然后你如何思考 然后你想你应该做什么